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5月26日 仙台维加泰挑战明古乌八经 周三傍晚 日直连有好戏上演 明古乌八经将在主场迎战仙台维加泰 虽然仙台维加泰与明古乌八经经济积分差距巨大 但前者目前迎来两连胜 即使经济、客场发挥不佳 他们亦有望全身而退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上季取得联赛第三位之后 明古乌八经经济延续了上季的强势 18轮联赛战罢 他们录得11胜3和4负的战绩 即36分排在未免冠军穿骑前锋身后 除了进攻有所保证之外 稳固的防守是明古乌八经 进两季的最大制胜法宝 他们上季是日直连防守最稳固的球队 经济球队目前军场施0.67球 同样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吉田峰和穆本公升等人 镇守的后防可谓功不可没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明古乌八经近期表现出现波动 从4月中旬不敌鸟七杀岩开始 明古乌八经就末在联赛取得过联胜 期间还有连续输给川崎前锋的比赛 即使此番面对弱旅仙台维加泰 明古乌八经也莫有稳赢的把握 阵容方面 前锋惊奇梦生因伤必战 仙台维加泰上纪表现就已经相当不济 到了经济 他们依然不思进取 15轮踢完 球队只赢下2场比赛 却输了9场之多 积分刚刚达到双位数 与主队攻守兼备不同的是 仙台维加泰经济依然是攻守失衡 均敞入不足一球 却失接近二球的攻防 两端演出的却令人不敢恭维 但仔细留意可以发现 仙台维加泰近期状态不错 上仗平级住西村拓真和加藤千寻的入球 球队2比1险胜大分三神之后 取得各项赛事两连胜 对内势器高涨 另外 仙台维加泰最近三次联赛 与明古乌八经交手评分秋色 双方踢的相对比较军事 由此可现 此番出征 仙台维加泰病 不会惧怕对手 阵容方面 前锋爱斯至宝 因伤无法披甲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ş chatter 事宝都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